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每个生肖都有自己的命运和运势。 属牛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幸运的,因为他们有很多好运气。 然而,他们也会遇到一些挑战和困难,特别是在事业和家庭方面。 属牛的人通常在事业上取得很大的成功,因为他们非常勤奋和有耐心。 他们通常是非常出色的领导者,因为他们可以稳定地引领团队向前发展。 他们也非常注重细节和质量,这使得他们在很多领域中都表现得非常出色。 然而,在家庭方面,属牛的人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。 他们通常非常重视家庭和关系,但有时候也会因为自己的固执和冷静而造成一些摩擦。 此外,他们也可能会遇到一些健康问题,特别是与心脏和消化系统有关的问题。 属牛人在劫财之年,属牛者的桃花运势不算理想。 对于男性属牛人来说,劫财意味着感情方面会有竞争,容易有第三者插足。 再加上今年属牛人关心暗和,带来压力与事业野心,消牛者很容易因事业繁忙而忽视婚姻家庭,或者因压力过大而情绪大起大落,与家人沟通不畅,随时起争论。 同时,各路黑星带来情绪压力和负面影响,属牛者魅力直降低,桃花走势进一步受挫。 属牛的人通常被认为是稳重、忠实和勤勉的代表。 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和家庭非常认真,通常非常努力工作,以确保自己的生活稳定。 他们是踏实的人,喜欢安定的生活,对变化和冒险感到不安。 此外,属牛的人还被认为是非常有耐心和毅力的人。 他们很少会被困难和挑战打倒,而是会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目标。 他们也非常注重细节和质量,这使得他们在很多领域中都表现得非常出色。 属牛的人的命运,在2024甲陈年,属牛人要特别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。 碎君劫财,容易情绪低迷,身心不畅,加上流年煞匹马的飞入,身边亲近之人的身心健康容易亮起红灯。 属牛人出差或远行游玩时,需增强安全意识,小心防范意外。 最好给自己和家人配置健康相关保险,以备不时之需转移风险。 同时请体检,多次查,确保身心安泰,一切如常,也是不错的选择。 属牛人今年预关性暗和,全年裁员和事业机会较多,属牛者全身心都在工作提升和求财方面。 难免对子女有疏忽,又有碎君劫财,再加上数颗黑药的负面影响,今年自身及家人不如意的事情较大,情绪起伏波动较大,健康方面也容易出状况,此时想要望丁,难上加难。 这种状况需要积极去改善,可贴身佩戴宋子观音,助力你和家人身心和顺,立才立丁。 希望帮助孩子提高学习能力,学业有成的家长,可于家中文昌卫摆放文昌帝君相,帮助孩子学有所成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所谓人无远虑,必有尽忧。一个人,哪怕不为了未来而考虑,也要为了当下而深思。 如何过好当下,如何过好未来,那需要我们的筹备以及规划。 有一位企业家说过,市场还未出现之前,就做好把握市场的准备,机会还未到来的时候,就动用一切的资源围绕在机会旁。 提高成功的几率,莫过于此。 创业搞市场,需要提前做好规划。 而对于人生,我们也需要做好规划。 有规划的人生,跟没有规划的人生,其实差距特别大。 人到五十,无论你多有本事,不妨逼自己一把,做好以下八件事,为晚年的幸福铺路。 积极存钱,打好基础。 有道是有钱男子汉,无钱汉子男。 有钱的时候,那你就有幸福生活的资本。 反之,如果你没有钱,相信你只能越活越卑微。 这,就是钱的作用所在。 无论人到了多大的年纪,不妨给自己存一笔钱。 存款越多,你的生活也就越安稳,你的人生也就越幸福。 金钱,看似俗不可耐。 其实,它就是这世间的通行证,能让你畅通无阻,越走越顺。 安稳做人,谨慎做事。 在如今这个市场经济发达的年代里面,风险以及机遇,那是不可分割的存在。 高风险,总是伴随着高回报。 在你看来,普通人到底该不该追求高风险呢? 一句话,普通人输不起,不能追求高风险,只能安安稳稳过日子。 一听到安稳,相信很多人都会反感。 只不过,安稳的人生才是普通人该有的追求。 落差太大,且轰轰烈烈的行为,容易让人一夜回到解放前。 如此,求安稳,才是我们的重心所在。 认清自己,做好定位。 很喜欢这么一句话,有多大的头,就戴多大的帽子。 比如说过日子,以及做生意,我们能够做到哪个程度,关键不是看市场,而是要看自己的能力。 能力强,自然可以争取更好的生活。 而能力一般,甚至只是普通人,那我们还是不能做超越自己能力的事。 有自知之明,认清楚自己,做好该有的人生定位。 如此,我们才能越活越实在。 精益求精,精准社交。 有人认为,人到中年,身边有一个挚友,胜过身边有一千个狐朋狗友。 真正跟你心心相应的朋友,会在你有需要的时候拉你一把。 而只是跟你虚与尾仪的过客,他们只会在你落魄时多踩你脊脚罢了。 做人,可以朋友变天下,但一定要有二三知己在身旁。 或许,精益求精的交友态度,远胜多多益善的烂情行为。 好朋友,会让你一生受益。 而不良的过客,有可能卖了你,你还帮别人数钱。 狠心薄情,减法人生。 人到中年之前,我们需要做好人生的加法。 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,所以只能样样都进行尝试。 可是,人到中年之后,我们需要做好人生的减法。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了,所以只能剔除不必要的东西精简自己的人生。 对于没必要的朋友,我们不妨删除。 对于没必要的亲戚,我们不妨远离。 对于没必要的人与事,我们不妨狠心对待。 人,越成熟,越会变得薄情。 这,并非是绝情,而是把真情寄托给爱我们的人。 习惯独处,淡然自如。 人生最曼妙的美景,莫过于拥有内心的平静,过好属于自己的人生。 有道是闹事赚钱,静处安身。 来如风雨,去似微尘。 在外面赚钱的时候,我们只能忙忙碌碌。 可是,当我们回家过生活的时候,我们则需要养成独处的好习惯。 安安静静地过好往后余生,平平淡淡地过好当下的日子, 坦然处置,泰然自若。 如此,生活的质量将逐渐提高。 增加副业,开拓水源。 人到五十,如果失业了,那我们该怎么办呢? 很多人都不知所措,认为找不到工作了,就只能坐持山空了。 看到过这么一个新闻,有一位51岁的银行行长在创业失败后, 依旧去送外卖,在默默无闻的工作中拼命奋斗着。 别看不起某些不起眼的工作,或许多一份副业,便多一份收入。 如果正值依旧安稳且高薪,那我们不需要考虑副业。 可是,如果中年人正面临着失业的风险, 那考虑后路则是一种未雨绸缪的智慧了。 习惯良好,生活有度。 人,就该做到钱财和健康两手抓,且两手都要硬。 对于赚钱和养生这两件事, 我们需要把握好一个度,千万不能走了极端。 劳逸结合,才是一个人有远见的体现。 该工作的时候工作,该运动的时候运动, 该吃饭的时候吃饭,什么时候就做什么事, 完全让自己的生物中变得正常起来。 如此,我们的人生才能长长久久,未来才能有所期待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。 要记得,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 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 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